圣河西85号公路在本周一因为卡车逆行撞向Tesla电动车造成致命车祸 这场车祸的调查现在有了新进展 陈硕佳的报道 车祸令Tesla内一名母亲和她的青少年孩子死亡 肇事的卡车司机受重伤 85号公路北行车道一度封闭 根据NBC的报道 昨天圣塔克拉拉县法医办公室确认 死者为47岁的圣河西居民Rebecca Joanne Olson和她14岁的儿子 圣河西Summit-Tohemann高中的一封电子邮件证实 这名儿子是该校一年级学生 Olson的同事表示 死者为一家海外公司远距工作 他当时是下班后去接儿子时发生的事故 加州公路巡警指 卡车司机在高速公路逆向超速行驶 他们在周一下午3点40左右就收到对这个司机的举报电话 后来卡车撞上了这辆Tesla汽车 量成惨案 卡车司机是来自佛州奥朗多39岁的Dankin McQuarrie 他在车祸中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治疗 并在等待潜在的指控 加州公路巡警代表Ross Lee表示 他们会考虑过失杀人的重罪 而且随着调查的进展可能还会有额外的控罪 McQuarrie的逮捕记录显示 除其他违法行为外 他今年年初因无证驾驶 2021年持有可卡因和2013年醉酒驾驶而被指控 但目前我们还算不清楚 周一的致命车祸是否与毒品或酒精有关 调查仍在进行中 26台记者陈硕家报道